昨天Version Pro终于是迎来了预购 我个人对Version Pro还是很有信心的 但我的这种信心不是因为苹果 而是对于XA头显产品类似的信心 对于有些人来说 他们是在去年看到Version Pro的宣传片之后 才认识到这种产品的价值 而在我眼里Version Pro全部存在 并不影响我的行业未来的判断 也就是说即便在某个平行时空 苹果从未涉足过这个领域 但也中间会有其他公司在某个时刻 会推出这种级别的产品 只是需要时间 等待各项技术的成熟和零组件成本的降低 如果这十年来你看过足够多的XA专利文件 和各种赏汇那些出不了实验室大门的原型产品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个观点是说 Version Pro并没有超出行业的普遍认知 因为它能做到的 其实之前其他家也有都在探索 并拿出过demo来展示 但是只有苹果真正具有高凝聚的软硬件整合实力 把这个产品实实在在的制造了出来 并带到了市场 同时也只有它具有这样的品牌号召力 能够支撑起3500美元的高昂售价 我这里说的号召力 也不止所谓果粉的消费购买力 而只有苹果能将这种非甘薛的产品带起时尚单品的风潮 并刮起名人效应贡献舆论论度 更重要的是让产业供应链上下游都有奋力一搏向前推进的动力 可以说如果没有苹果 我们确实只能苦苦的等待各种条件的成熟 但现在有了Version Pro 我抹平了这个等待的时间差 有幸在2024年就提前看到了这样一台 在各项和新产品方面都达到了想象力标准的头显产品 因此在我眼里 无论是苹果还是Meta Pico 大家都在一条床上的 Version Pro的反响要是不如预期 是真的会对XR行业的投资带来巨大影响的 资本新星一旦受到打击 那行业的情景将立马暗淡 在我心目中 Version Pro最大的优势其实是Version OS并行下 开发者所能够快速上手的Swift UI RateKit, ARKit, Xcode 以及Reality Compulsor Pro这些框架和工具 这些东西不仅仅是未来内容生态启示的基础 而且还决定着Version Pro在高度体现自身硬件特性的同时 又能与现有iPhone,iPad和Mac产品有着和谐的统一整合性 相比之下 现有的安卓头衔阵营在这方面就是不堪一击 如果说苹果不需要硬件面时就做好了底层OS 那安卓各家都是先有了不成熟的硬件 然后别角的魔改大屏操作系统 根本看不到具体的方向在哪里 这就是为什么Version Pro不厌其烦的在宣装片里去讲 如何打开标准的2D应用图片或者视频 然后捏住边角拉开放大这样的基础操作 因为其他家从始至终都没有把这部分的体验做优雅过 但是有一点安卓阵营还是能够追一下的 就是纯硬件参数 这次预购我们也是第一次清晰的得到了Version Pro详细的参数规格 所以今天我们就快速的过一遍这些之前未知不详的规格去感受一下 500美元对比3500美元的7倍价差之下 到底各方面都落后了多少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自动同距调节范围是51到75毫米 而这个FOV视野范围呢 诶 苹果Version Pro怎么没有给FOV参数 哎呦 差两万了 Version Pro又不是什么AR VR和MR 所以没有FOV这个参数似乎也能说得过去啊 毕竟这可是空间计算 谁规定了空间计算一定要公布FOV范围呢 只能说目前体验过的人反馈来说还挺众说纷纭的 有的说有100度以上 有的说就跟Q2差不多 这螺丝门呢就好像重量一样 一开始6月份的时候都说还好能够接受 结果实际重量600到650克 这还是电池外置的情况下 比电池一体的Q3还要重至少100克以上 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当用户第一次戴上Version Pro感受到 双眼2300万像素的Micro OLED HDR显示体验是超级震撼的 震撼的几乎可以忽略掉重量和FOV两个仓数对体验的影响 以至于每个人对重量和FOV的换状都极为主观和诗人 Version Pro双眼2300万像素大概就是单眼屏幕分辨率在3680x3140左右 Q3单眼屏幕2064x2208双眼的像素是在900万左右 但我觉得真正的差距还是在于Micro OLED对于LCD拧压式的优势 所以大家不要只看显示屏的分辨率 很多人说XR2加GEN2的处理器支持4K分辨率 可以期待下未来两年4K LCD屏一体机 但别忘了游戏渲染分辨率肯定达不到4K 那这种情况下还不如让单眼2.5KMicro OLED一体机早点价格降下来 或许是更现实一点的想法 不过这次真正让我意外的是 Version Pro的两颗彩色透视摄像头居然只有650万像素 按照之前苹果官方的描述 两颗彩色摄像头每秒传出10亿像素的画面 那么在透视模式下能够保持90帧 但Version Pro的彩色透视的清晰度 按理说是远远好于克力三的 可是从像素仓数方面来看 650万像素并没有拉开400万像素多少差距 目前已知摄像头的光圈也就是2.018毫米的焦段 难道说是CMOS尺寸很大吗 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手机摄像头的朋友可以推测一下 这两颗摄像头到底是用的哪一款 当然影响透视画面质量的关键 还与Version Pro独有的R1处理器有关 全方位都对众多摄像头和传感器数据 做专门的优化算法处理 除了之前知道的12毫秒极低延迟外 这次仓数表里还提到了R1处理器居然有 每秒256GB的惊人带宽速度 再加上本身就比SR2军途高一个级别的M2处理器 只能说这核心的差距是相当的巨大 尤其是考虑到KC3深度传感器 只有一个双目结构光的情况下都没有调校好 Version Pro同时拥有激光雷达和2D-Bus结构光的组合 依然应付得游刃有余 不仅精度相对来说较高没有激变 而且虚实质量的抠图效果也相当无分 除此之外 这次规格里还提到Version Pro有专门的环境光传感器 和灯光闪烁传感器 专门来对渲染出来的虚拟单位与现实空间的光照来做一个匹配 而这一切安卓这边高通没有给到类似的R1处理器的解决方案的话是应付不了的 然后是想提一下眼动追踪 Version Pro的眼动追踪是一圈的LED阵列 加每只眼睛各两颗摄像头 但是具体摄像头的像素和拍摄帧率目前不知道 大家天天都说需要眼动追踪 但是我的意思是 如果眼动追踪的实际效果没有达到Version Pro的水平 无法做到可以不删眼不泪眼的远程宽选交互 那加了也是白加 Picos Pro和Quest Pro的例子就摆在这里 Picos Pro的眼动模组就两边各一个摄像头 Quest Pro稍微给力了一点 是单眼外围分布9个红外LED和一个摄像头 但是效果也远远够不到Version Pro的水平 所以不是说你这代产品有了眼动追踪模块 就可以说自己有实力上Version Pro看齐了 实际上咱们总结下来是蛮明确的 单纯从硬件成本来看 Android阵营这边1500美元到2000美元 是可以涨出来差不多规格水平的产品 但最核心的处理器方面 如果拿出来竞品达不到M2和R1同意水准 也就只能像安卓水平那样 营销自己的性价比了 最后就是不争气的谷歌 到底有没有再做一个全新公版的 Android XR底层系统 如果没有 那Android各厂商的头衔 只能看谁抄苹果抄得快 抄得像样了 真的我每天打个KL3 看到Meta的UI UX设计 真的只想骂一下 就是哪来混日子的炒台帮子做出来的 没有一点舍美可言 烂得常不忍睹 一提到这方面我就一肚子气 不多说了 睡着去了 886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陪着VR成熟的NVR角度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和频道 别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转弯三连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